在我的亲友中有这样一类人 年纪轻,成天说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将之称为老一辈的迷信 但是从他们的行为上看 我却总觉得有些自我矛盾 因为他们又会有些特定的行为 在我看来也是有些迷信的嫌疑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会莫名其妙地相信 做某件事就肯定会带来好运 并且带着极大的热情去做 坚持去做 像是我的表妹 每次遇到重大考试的时候 她就一定会在网上转发特定的图像 认为这样就有过关的把握 而她的好朋友也很有意思 每次和他们一起出去吃饭 要掰开免洗筷子的时候 表妹的好朋友都会要认真地许愿 我忍不住好奇地问说 你信这个有用吗? 她只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求个心安罢了 而不久前呢 表妹的朋友圈里面 又流行起了买各种护身符 还买了好几个送给我 说能守护交通安全 弄得我哭笑不得 只能说 这些年轻的朋友看似什么都不信 但迷信起来什么也都信 有不少人每年都会去买一本 新作全年运势来看 那么厚的一本书 想不到这些一天到晚 只肯看网络短文的人 却看得很仔细 还认真参照里面的分析 来为生活做预备 我想这大概也显示出 其实人没有办法做到 什么都不信 因为心里都清楚 人太有限 人生太多变数 这些迷信就像一种安慰剂 在现实的不确定中 努力说服自己 找到一点确定感 但实际上能有多可靠呢? 约伯记十五章三十一节就说 人不要用倚靠虚假欺哄自己 因为虚假必不能带来真正的益处 你有认识也这样做的人吗? 你的想法又是怎样呢?